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四位最高法院副院长亲任庭长 巡回法庭举足轻重 政策巡回法庭可以进一步的推进司法改革 第三巡回法庭第一锤调解议员大案 官民关系亲者天下亲 官民关系和者天下和 创新评审环节 倡导无送一念 让老百姓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家门口的最高法院即将播出 创新审判长 创新审判员入厅 请照片 现在开庭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 2016最高法民中822号上书人 江苏瑞浩职业有限公司 顾名汪友恒 以上述人 延城市大峰区人民政府 被上述人 延城市大峰区国土志愿局 建设用机使用钱 出让合同纠纷一案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2017年1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碧新大法官 在江苏南京敲响了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的第一锤 审理了一起与土地相关的行政案件 这是一起广义的民告官的案件 双方因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产生合同纠纷 原告是顾名汪友恒 以及他们设立的江苏瑞浩职业有限公司 被告是江苏省延城市大峰区政府 大峰区国土资源局 事情要追溯到2012年12月 当时延城市下辖的县级市大峰市招商引资 欢迎在外的成功人士回到家乡搞建设 顾名就是其中一员 后来大峰市撤县改区 当时大峰区政府也热切地期待顾名他们回到家乡投资 瑞浩公司始终对于这个建设 对于在我们大峰投资抱有很高的兴趣 2012年通过竞拍 顾名汪友恒获得了这块土地的使用权 并在当年12月18日与大峰区政府签订出让合同 出让合同约定顾名汪友恒需缴纳出让金1.5亿余元 大峰区政府则应在2013年6月30日前交付业金三通一平的境地 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出让合同签订后 顾名汪友恒为开发项目设立江苏瑞豪置业有限公司 又在2013年3月7日 由顾名汪友恒瑞豪公司与大峰区国土局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 约定将顾名汪友恒在出让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移转给瑞豪公司 很快瑞豪公司按约如期支付了土地出让金1.5亿元 并开始投入项目开发的准备工作 本来一切进展的都很顺利 就连土地使用权证都拿到了 就等着到约定期限拿土地了 然而临近约定时间却出了差子 那么到了这个我们和政府出让约定的时间 也就是13年6月3日后 这个政府地由于他们的一些关键原因 就没办法把这个地浪出来 而此时瑞豪公司开发土地的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 再拖下去他们公司将会损失巨大 紧接着我们进行的一些规划设计设计费 我们包括建设收入所的收入所的这些建设成本 以及我们向政府各部门去报件一些政府的收费 还有我们公司的人员的管理费用 这都是我们的创新 时间不等人 顾名汪友恒他们拖不起 于是他们和大风区政府多次沟通 希望土地能尽快交付 我们提前就能跟政府在催告 但是他没有交地 没有交地以后我们13年8月份 然后到14年上半年3月4月7月9月10月份多次催告 但是政府他一直还是不能交地 然而一年多过去了 面对瑞豪公司的催告 大风区政府没有回复 这让顾名和他的股东如坐针毡 那么为什么大风区政府迟迟不肯交地呢 没有能够按照这个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土地 这个原因是由于这个合同签订以后 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 客观因素造成 这个不可控制的这个原因在这里方便通了吗 这个肯定是一个合法的原因 肯定是一个合法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样的客观原因 大风区政府对此没有正面回答 然而对于顾名这一方来说 无法拿到土地 只投入无产出 他们的损失将不仅仅是1.5亿的成本 我们投资一两个亿的资金在这个地方 那么就这么多亿 从我们开发上来讲 他应该至少翻倍 那我们的损失也至少三个多亿 而更让顾名汪友恒着急的是 他们投入的这一个多亿 大多都是通过融资来的 利息之高更是他们不能承受之中 无奈之下 2014年11月11日 顾名汪友恒锐号公司 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与大风区政府签订的出让合同 与大风区国土局签订的补充协议均已被解除 并判令大风区政府和大风区国土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我们要求退地 要求政府把土地出让金返还给我们 并且应该赔偿我们的损失 这个官司一打就是两年 在这两年的诉讼过程当中 涉案土地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严城市大风区人民政府称 这个土地现在已经可以交付了 但是顾名一方则坚持要解除协约 并且要求赔偿 那么在这两年当中究竟又出现了怎样的风波 这个案子为什么最终会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呢 在一审中 大风区政府大风区国土局便称 案设土地目前已符合约定交付条件 出让合同和补充协议应继续履行 因为在这个一审的过程中 我们这个土地呢 最终已经采取完毕 具备交付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坚持要求继续对付合同 然而对于大风区政府的这个要求 顾名一方却坚决不同意 我们的客户可能对当地的政府的一个信 理解都没有了 经过审理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2016年9月21日做出一审判决 确认出让合同解除 大风区政府向瑞豪公司返还土地出让金 1.5亿余元及利息 并支付违约金3700万余元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 顾名一方不予认同 为此律师制作了两张表格 来说明瑞豪公司实际的损失 和应该获得的赔偿金额 他整个的损失 本息的损失是2.7个亿 是吧 按照一审的判决书 最后赔付给他的值得 2.3个亿左右吧 所以这个中间的差距是太大了 除此之外 关于违约金条款的计算问题 一审判决 计算到合同解除日当天 对此顾名一方也不认可 于是提起了上诉 对于大丰区政府来说 他们则希望继续履行合同 所以也提出了上诉 而受理案件的正是刚刚成立的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 这也是第三巡回法庭 自2016年12月28日挂牌成立后 受理和开庭的第一案 从我个人根据这个正常经验 我认为应该 这事件可能会突到明年 接着17年的年中 甚至是更多的事件 那么结果我们收到的通知是 12号召开今天会 20号开庭 这个效率是相当值得的 从我的这个最高审判机会来审议 我们相信对这个案件的公正性 或者是里面有争议的一些法律问题 一定会有过说法的 司法改革重大举措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 促进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两年巡回期办理重大案件 便捷司法服务 青年法学家 审判业务专家 选派法官 忧中选忧 承担过共大云南复杂案件的审理 和参与过 重要的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今日说法 两会特别节目 家门口的最高法院 继续播出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 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策 是人民法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 2015年1月 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第一巡回法庭 管辖广东 广西 海南三省区有关案件 在辽宁省沈阳市设立第二巡回法庭 管辖辽宁 吉林 黑龙江三省有关案件 2016年11月 经中央批准又在华东 华中 西南 西北地区 增设四个巡回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设在江苏省南京市 管辖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江西五省市有关案件 第四巡回法庭设在河南省郑州市 管辖河南 山西 湖北 安徽四省有关案件 第五巡回法庭设在重庆市 管辖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无省区市有关案件 第六巡回法庭设在陕西省西安市 管辖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无省区有关案件 同时 第一巡回法庭增加管辖湖南省有关案件 第二巡回法庭管辖区域不变 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直接管辖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内蒙古无省区市有关案件 通过以上布局 实现了管辖范围全覆盖 设立最高法院的行回法庭 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之一 它对促进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出现 源自顶层设计的司法改革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 巡回法庭所做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 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决定 第一第二巡回法庭 通过两年多的实践 在落实司法责任制 法院人员分类管理 审判管理 司法保障等方面 创造了一批成功的经验 现在中央决定 政策巡回法庭 就可以把这两个巡回法庭的成功经验 在更大的范围内来探索 达到开花善业 结束缩果这么一个成效 最终能够使人民群众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截至2016年11月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 共收案4445届 结案3948届 接待来访7.2万人次 其中由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 担任审判长的何一婷 审判的吉林省长春市 孙氏三兄弟涉黑再审案 最高法院首例虚假民事诉讼案等案件 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典型案例 展现了司法公正 增强了民众对法治的信心 对司法的信任 而巡回法庭的设立 也被人民群众称为 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 即将结束两年巡回期的 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大法官说 到巡回法庭工作 是全体二巡人难得的基因 在巡回法庭从开门办公 第一天就上千的群众 来大王子来反应诉求 一直到现在 东北的老百姓 对我们还是比较认同 比较肯定 你一开始给我再审了 我后来不再审了 因为兄弟我们能不能喜欢你 18年没打赢过 就得抗战战都应到胜利了 你慢慢说成功 你看我的案子 他告诉我解释什么的 他说你的案子适合于209 我的案子是2013年 以前过下个案件 你是谁啊 王凯鸿吗 王凯鸿 我自己农民工的 不是我自己个人 然后我是个公司 然后我公司农民工学案 一百年没过 你现在这个案子 经过了什么 经过了哪些程序 发为从事 给我钱 我们要就是12人 我为 你怎么不要呢 是追加一个地战人 这个地战人和这个案子 没有关系 他把钱给拿好 巡运法庭的改革 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就是老百姓 就是那样诉讼当事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办了很多的案子 接待了很多群众 巡回 走到很多地方 所以收获很大 是一个难忘的经历 你到了巡运法庭 你跟他就是零距离 最高法院 巡运法庭在老百姓心中 实际上就是一个继承法院 就是一个继承法庭 他就是说是家门口的最高法院 老百姓不管你是最高还是最低 我到你这来 你就要给我解决问题 所以老百姓能够很便捷地 接受 最高法院的事发服务 这两年我们抛家舍业的 是吧 家里老人也不管 孩子也不管 整个家都顾不上 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两年 我们要不辜负我们自己 这两年的这种 抛家舍业的这个岁月 就不辜负自己 那么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就是禁止律则 禁止律则 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就应该是比较圆满的 新设四个巡回法庭庭长 均由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接任 其中最高人民法院 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江碧新 为第三巡回法庭庭长 副院长景汉潮 为第四巡回法庭庭长 副院长李绍平 为第五巡回法庭庭长 副院长张淑源 为第六巡回法庭庭长 增设的这个巡回法庭 什么样的法官 能够成为巡回法庭的法官 巡回法庭法官的选拔 应当说是 优中选优 严格选拔 他们的工作的经历 我们要求要 从事审判工作八年以上 在最高法院 应当说是承担过 重大宜兰复杂案件的审理 或参与过 重要的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他们很多同志 都得过全国优秀法官 全国办案标兵 以及其他立功受奖表彰之类 我们的团队平均年龄44岁 应当说是一个非常连福力强 有战斗力的部队 最高人民法院 第三巡回法庭 揭白活动 我宣誓 我宣誓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 维护宪法权威 履行法定职责 履行法定职责 接受人民监督 接受人民监督 司法公正是人民群众 对于审判机关的一个最大的期待 而随着最高人民法院 巡回法庭制度不断的完善 这个设立在人们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 也能够更好的满足 人们对于司法公正的需求 2017年1月20日 在江苏南京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碧新大法官 敲响了最高人民法院 第三巡回法庭的第一锤 而这起案件从上诉 受理案件到公开开庭 只用了22天的时间 现在开庭 在诉讼过程中 诉讼客方 如果有通过发言外部人员 内部人员向本庭拿招呼 批调制 对材料干预或过问安全处理的 江苏认为是干预审判的行为 本身将对此行为记录在案 存入证券 打招呼批条子 要把它存入证券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你要知道中国 我们中国是个人情社会 人民法院的审判公主 受到外界的干预 不仅仅是来源于 工钱的机关的干预 事实上在我们的审判行动中 大量的是人情关系的干预 那只要我们呢 每一个人 都自觉地遵守这些规定 我想我们的审判秩序 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的审判环境 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将毕新大法官介绍 该案和一庭结合案件实际 在庭审程序设定上 实行多项创新举措 努力提升庭审之效 一开庭 审判长就让主审法官 先简单介绍了一项案情 医生法院于2016年9月21日 做出2016苏民初子 批35号是判决院 今天让我们的法官 来简要的概括的 介绍医生法院判决的内容 事实上是把我们审理的课题 告诉个当事人 告诉个旁听的请众 我想这是提显 较好的体现了二审的特点 案件受理后 何一庭组织双方召开了两次庭前会议 这也为后面高效的庭审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会议的制度的作用 就是能够迅速的能够把这个真理 当时的双方的这个书面的这个意见 争议的这个焦点 这个给固定下 这样的话就是 使整个庭审的过程 能够高效 这个经验 庭前会议的效果 最终在庭审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开庭不过十分钟 双方已经进入实质对抗 对争议焦点 做了阐述 解明恶药 正是开了两次的庭前会议 最后确认了三个方面的争议焦点 确认不按增益焦点为 一是 违约金计算的节值时间 应如何认定 二是 非豪公司主张会开发 暗设房地产项目 以15%年息 对外融资借款 其中超出中国人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部分的利息 是否应记录实际损失 三是 土地出浪金 及利息和违约金的给付试点 是从出浪购用解出之的起算 还是从一审判决 指定的旅行期间 见完之的起算 今在庭前会议中 征刑双方当事人同意 本庭决定 将法庭调查 和法庭辩论 合并进行 那么在实际中 我们感觉到 这两个阶段通常是两张批 而且当事人把握不好的 反复的交叉 重复 一个问题也没解决 同时进行 法庭调查和辩论 这样 问题比较集中 原告顾名义方 和被告大峰区政府代言人 也分别表达了观点 我方在七次吹告以后 没有反应的情况下 我们解除了合同 我们发出了解读中函 那么这个时候开始 往后再不去算我们的损失了 仅仅计算 仅仅计算 仅仅计算利益 我们作为一个起义 我们是突起的 我们也充分考虑到 瑞涛公司方的经济损失 为此 这个在两次的停前 在停前会议之后 我们和瑞涛公司进行了 充分的 负责任的 和深入的这个策畅 对于这个经济损失 这个关股场问题 这个达成了共识 随着庭审的进行 当时双方都有意愿达成和解 经过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 由大峰区政府向顾名义方 支付本金利息 及违约金等 共计2亿4千9百余万元 分清双方是非对错 分清双方责任的基础上 然后再对这个损害赔偿部分 那么做一个调解 而且对这部分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审查 就是说是不是 你政府因为这个钱 毕竟虽然说是一种 一种自愿的意思表示 但这里面这个钱 毕竟是纳税人的钱 不是说你想怎么处分就处分 这里面是还涉及到 一个公共利益的一个问题 既保护了国有财 又保护了私人财产 是在寻求二者之间的 一个平衡点 大家知道中央对保护产权 专门发了文件 而且对产权的实际保护 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最后法院联系发了两个 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来灌起了落实中央文件 我们在司法审判中 就要间接贯彻 这样一个理念 我想这个案件 应该说是贯彻落实 保护产权 平衡公共利益和 个人利益的 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本案宣判后 法庭还结合各方当事人 在诉讼过程中的 实际参与情况 在庭审结束前增加评价环节 对当事人理性参加诉讼 合理表达诉求的良好表现 急于肯定 倡导诚信 理性和谐的诉讼参与理念 中国的圣人 孔夫子讲 听松不如犹人眼 毕业时无松 意思是说 我来审理案件 跟大家的意愿都是一样的 无非是 是争端 尽快的了结 并且以后 不再发生类似的纠纷 如果双方当事人 都能够本座诚信诉讼 本座实施求是 求大逢存小益 寻求最终和谐的 处理真理这样的目标 我想什么罪 都能够得到 而最终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是 您的最后那段点评 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点评 我想我们法庭 有宣传受罪法治 这样一个义务 同时还有一个 辅证契协 张扬诉讼 诚信价值的功能 中共中央政治局 2月23号下午 就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 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我们提出 要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在身边 2017 我的法治心愿是 让每一个普通人 分享到法治进步的红利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立 进一步拉近了最高人民法院 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空间距离 它省去了人民群众很多的宿类 并且让群众能够更加便捷的享受到 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 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当然更重要的 它还拉近了最高人民法院 和群众之间心灵的距离 能够让法官更多的去了解 社情名义 面对面的和群众交流 更有针对性的展开审判的工作 从而也更好地通过办理 每一个司法案件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 法治的公平和正义